欢迎您收看《人物简报》 特朗普能被禁止参加2024年竞选吗? 法律专家意见不一 英国独立报 有越来越大的可能性会提起法律诉讼 以阻止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参加2024年选举 一些政治家和宪法法律专家 正在考虑使用宪法第14修正案中的一项条款 该条款禁止参与暴动的人担任公职 左倾的法律团体已承诺提起诉讼 但他们是否能成功尚不确定 即使在一个州被排除在选票之外 对特朗普的连任竞选也可能造成不利影响 然而 特朗普的亲信们对此可能性不予理会 称其为荒谬的阴谋论 习近平个人推特账号究竟什么来头? VOA文号 在前身为推特的社交媒体平台X上 一个网名为习S Moments习的时刻队的宣传账号 这两天来突然成为了中文圈宪明谈论和批评的目标 网传这个账号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个人账号 不过来自中国官方发布的资料显示 这其实是中国官方媒体英文的中国日报China Daily旗下的一个宣传专案 旨在推广习近平的言论 打造他作为领导人的形象 周一 9月4日 中国湖北省政府下的一个宣传账号 湖北发布在微信上发文称 他们制作的一段宣传视频受到了She's Moments的转发 湖北发布称She's Moments是习近平总书记海外官方推特账号 这篇微信文章已经遭到删除 但文章的截图在X上流传开 受到了颇具影响力的博主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和前中国媒体人安提转发 第一次知道原来中国国家领导人有自己的推特官方账号 安提在X上写道 消息传开后 大量X上的县民涌到习S Moments的推文下留言批评或攻击习近平 She's Moments已经对评论区开启了限制 只允许其关注的账号留言 并隐藏了大量攻击习近平的评论 不过 县民们依然通过转发这一账号的推文表达对习近平的批评 异议人士 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在一条转发评论中写道 习近平就是习近平 开推特关闭推下跟帖 看来习近平推特不与国际社会交流 不与网友沟通 只实施习给世界指明方向的野心 习近平在中国的社媒上没有任何账号 这EX账号给县民们提供了他们所认为的难得一线的和习近平互动的机会 She's Moments主要发布和转发与习近平有关的中国官媒新闻 在简介中 She's Moments写道 我们专注于有关习近平主席和中国的新闻 中国官方的资料显示 习EX Moments其实并不是习近平或者其团队运营的账号 而是官媒中国日报旗下的一个宣传专案 根据中共领导的团体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网站上的资讯 She's Moments 由一群中国日报的编辑和记者们创办于2017年中文名为学习时代 这一专案旨在致力于权面、权威、深入、生动地向海外网民使用者宣传解读 习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2018年 中国互联网资讯办公室推荐其参加当年的中国新闻奖 在推荐理由中 网信办称赞这一专案第一时间在海外主流舆论场发出权威声音 正面塑造习总书记大国领袖形象 取得了扎实进展和切实效果 学习时代后来获得了当年竞赛网络专题分类的三等奖 学习时代的六名创办者中步伐中国日报的高层官员 创办人之一的张春燕担任中国日报网站的副总编 中国日报网站内的搜索显示 直到今年三月 他还在监制中国日报发布的视频 2020年他曾出版书籍新媒体对外传播内容制作 解析如何在国际领域进行准确的信息传播 除了Apps 学习时代在脸书上也有专属账号 并在联系方式里留下了一个网易163的邮箱位置 在微信上 学习时代虽然没有单独的公众号 但中国日报在其公众号上有一个同名的专栏 学习时代只是中国在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上运营的一众宣传账号之一 知名度远没有其同僚《环球时报》或是一些中国外交官的个人账号大 今年早些时候 Apps取消了对各国官方附属媒体账号的限制和相应的标签 在演算法上给予了各个中国官媒账号更多曝光率 这次被物质为习近平个人账号似乎也说明学习时代扩大了影响力 周一还只有4万粉丝的他 截至发稿时 粉丝数已经突破了8万 安东尼、阿尔巴内斯开始峰会季 谈论贸易关系和地区安全 考虑到中国 澳洲、ABC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将在亚加达举行的年度东盟领导人峰会上 推动澳大利亚对东南亚的投资 澳大利亚政府寻求扩大与该地区的安全和金融联系 以实现对中国以外的贸易关系的多元化 东南亚是澳大利亚继中国之后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但尽管该地区经济增长 与一些东盟国家的贸易却在近年停滞不前 政府旨在提高对投资机会的认识 并在外国投资规则和移民等领域进行改革 以鼓励更多贸易 报告还强调了更强的贸易关系的安全影响 并将气候变化和可再生能源确定为核心问题 向清洁能源经济的转型为东南亚提供了巨大的投资机会 预计到2030年 该地区将有约4万亿澳元2.9万亿美元的绿色投资 报告还指出 到2030年需要约6400亿澳元的投资用于水电、太阳能和风能项目 新书详述拜登、奥巴马之间的摩擦 并称哈里斯寻求远离聚光灯的角色 英国独立报 一本关于乔·拜登的新书描绘了总统作为一个中产阶级出身的人 他对知识精英主义的怨恨塑造了他的政治生涯 并有时与他曾经的老板、哈佛毕业生巴拉克、奥巴马产生了紧张关系 据最后的政治家 乔·拜登白宫内幕与美国未来的斗争一书称 拜登在担任奥巴马副总统的八年里告诉一位朋友 奥巴马甚至连骂人都不会 书中写道 他无法用正确的原因延长和必要的抚印印度来说去你妈的 这就是他们在象牙塔里骂人的方式 该书由大西洋月刊的撰稿人弗兰克林·福尔撰写 于周二发布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寻求中国资金来振兴该国的石油行业 南华早报 委内瑞拉派遣副总统兼石油部长前往中国 寻求能源投资以提振其陷入困境的经济 这些官员正在讨论中国和委内瑞拉国有石油公司 委内瑞拉石油公司之间可能的合资企业 作为全球最大的原油储备国 委内瑞拉希望在明年总统选举中 尼古拉斯、马杜罗总统有望竞选连任之前 从其石油财富中筹集更多资金 此次访问正值美国寻求与委内瑞拉官员进行谈判 以解除制裁并换取公正选举 中国一直是委内瑞拉的主要债权人 并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以石油为抵押的贷款 拜登夫人感染新冠病毒 拜登的旅行计划不会有任何变动 英国独立报 尽管第一夫人吉尔 拜登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总统乔·拜登计划访问印度和越南的行程 仍按计划进行 总统计划按原定时间前往印度参加二十国际团峰会 然后继续前往越南进行国师访问 白宫尚未对总统的计划进行任何更改 并将继续遵循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关于新冠病毒防控的指导防针 乔·拜登总统将在前往印度之前 佩戴口罩并进行定期检测 中非共和国总统与加鹏军政府领导人 会面进行谈判 路透社中非共和国总统福斯坦 托阿德拉·弗斯·特德拉周二 在利伯维尔与加鹏军政府任命的领导人 布里斯·奥利吉 恩格玛·布埃斯·雷·雷·贵马将军举行了闭门会谈 这次会谈是在中非经济共同体 ACOS在8月30日政变后 暂停了加鹏的会员资格之后进行的 ACOS谴责了政变 但并未实施制裁 托阿德拉以调解人的身份访问利伯维尔 调解军政府和ACOS之间的关系 恩格玛承诺将组建一个新政府 并监督自由公正的选举 但并未具体说明过渡到民主的时间 加鹏主要反对派联盟的领导人 阿尔贝·翁多·奥萨·艾伯特·恩德·奥萨表示 他已与恩格玛进行了交谈 并对加鹏的美好未来表示希望 资生堂荣誉主席福元吉治逝世 享年92岁 日经亚洲 资生堂荣誉主席福元良智去世 享年92岁 福元良智在1987年至1997年担任公司总裁 1997年至2001年担任董事长 在他担任总裁期间 他帮助资生堂在全球范围内扩张 成立了中国和法国的子公司 资生堂在法国的扩张 帮助促进了在德国、意大利、新加坡和泰国等 市场的进一步增长 福元良智还监督了一家美国公司的收购 他于2004年被日本政府授予续日金星勋章 特朗普会赦免骄傲男孩吗? 华盛顿邮报 自豪男孩希望如果唐纳德 特朗普在2024年再次当选总统 他们能够得到特赦 自豪男孩的领导人之一巧 比格斯因参与1月6日国会大厦骚乱 被判犯有多项重罪 包括煽动叛乱 并最近被判处17年监禁 他相信特朗普如果再次当选 会特赦他和其他极端组织成员 在他的总统任期内 特朗普慷慨地对他的政治盟友 进行特赦和减刑 尤其是在输给乔·拜登之后 特朗普认识到将1月6日的定罪 作为政治问题进行炒作的价值 但他似乎也认识到 在选民投票之后 特赦这些人更为妥当 因此在2024年选举之前 特朗普不太可能承诺 特赦比格斯或自豪男孩的其他成员 但作为一位无法再次竞选的前总统 他有可能考虑特赦他们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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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